男性离婚后净身出户,为了爱女放弃过一家产,如今生活打脸前妻。 当今社会,离婚的多过吃饭的,而人们口中也常说离婚的多过结婚的,无论是娱乐圈还是普通百姓都一样,而离婚争吵最多的就是财产和抚养权,而娱乐圈有一位男性就让人感到很特别,离婚后选择净身出户, 只要女儿的抚养权,让人非常惊讶,通常都是女方要抚养权,她就是焦恩俊,她的举动感动了大家,伟大的父爱。 焦恩俊 焦恩俊 1967年11月7日生于中国台湾省家一世,祖籍山东青岛,1999年焦恩俊评级小李飞刀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李玄欢让他大火一把,成功地迷倒了不少少女的芳心, 也许对他的名字很陌生,但是提到李玄欢大家都对他印象深刻,长相俊美的样子很迷人。 当年焦恩俊也是数一数二的有名男星,2005年的时候还出演了火爆剧《宝莲灯》,在里面饰演的是二郎神一角, 他陪伴了很多九十后的成长,把二郎神这个角色淹得淋漓尽致,怪不得大家都说他那一届的演员都是靠演技的实力来说话,非常值得点赞。 在事业上焦恩俊风生水起,但是在感情的路上却坎坷,1994年,焦恩俊与黄一轩结婚,婚后两人还遇有两个可爱的女儿,原本非常幸福的一家四口, 但是自从妻子出轨后这个家庭出现了裂痕,但是善良的焦恩俊还是忍了下来,直到黄一轩提出离婚后,两人的夫妻感情就彻底结束了。 离婚的时候焦恩俊为了得到女儿的抚养权,选择净身出户放弃上一财产不要,他这个决定感动了不少人,很多网友都为他点赞,称他是一个好父亲, 如今一晃时间过去了好多年,大女儿焦曼婷今年23岁,小女儿焦一贞22岁,两个女儿的颜值都非常出众,遗传焦恩俊的好基因。